我很荣幸今天来参加 阳明交通大学的毕业典礼 在此先恭喜2023年应届毕业生的所有的同学 主委今天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求学过程 即将步入社会 不再需要熬夜准备考试了 恭喜大家 我的三个小孩比诸位同学年纪稍长几岁 所以我也还记得在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复杂的心情 因此我在这里也要向在场既欢心又焦虑的父母们 致上最诚挚的敬意 诸位都辛苦了 说起这个欢心又焦虑的父母 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 在我的女儿 就是老大 在要离家出国念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 这两位焦虑的父母 都有满腹的叮咛 想要download给她 但我跟我太太的个性跟性相完全相反 当然我们性别完全相反 除此之外呢 我是所谓的极简派 简单单纯 纯粹 是我的座右铭 而她却是所谓的极丰派 请朋友来家里吃饭 除了准备满桌的食物之外 她还要送上礼物 才勉强觉得足够 结果 为了要叮咛我的女儿 我太太动笔写了一套二十七万字 后达事业的传家这套书呢 送给她 当然也送给 接下来要出国念书的两个弟弟 而我写了不到 两百七十个字的一页 爸爸的礼物给他们 教导他们学会一个技巧 而这个技巧就是静坐 我希望他们 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 能够借此 而能在独处时 不感到孤独 也希望他们在未来 能借此培养 静跟定的力量 来面对人生的任何挑战 几年前我大儿子从美国 德州的Rise University毕业 大儿子跟他妈妈一样 好客 所以毕业当天晚上 他就要我在他朋友家里 做一顿晚餐 来招待他邀赫来的 十几个同学 在酒足饭饱之后 儿子突然跟我说 爸爸你来教教我们打坐吧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已经 有点酒意 尤其是我 但是熬不过大家的要求 我就找了一个房间 花了大概十到十五分钟 解释了怎么打坐 之后这些年轻人 也就各奔东西了 我也就把这件事情忘了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呢 我收到一封儿子转来的email 是来自当晚酒后学打坐的 一位美国白人同学 他在石油公司任职 工作令人羡慕 收入也很好 他说自从那天开始 他就每天都静坐 这个习惯改变了他的一生 所以他写信来谢谢我 信中他告诉我 由于他养成了这个 静坐的习惯 非常有收获 而其中有一句话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他告诉别人 静坐就好像是 跟自己去约会一样 Going out for a date with oneself 他也说他现在不止自己打坐 他还教别人打坐 他还写了一页的静坐的说明 最下面还注明说 这是根据台湾建筑师 Chris也要所传授的 我收到的信 对我这个无心插流的结果 感到非常窝心 又过了大约三年 我又收到他的另外一封信 他告诉我 他已经离开了石油工业 现在搬去了Colorado州 变成了一个专职的画家了 在他给我的网站上 除了许多大幅的抽象油画之外 我看到他的照片 他从当年穿西装打领带的 那种All American Boy的那种形象 转化成为满脸落腮胡子 极具艺术气息的一个画家 从他的信中 我几乎可以感受到 他眼中所充满的自信 培养静跟定的力量 静坐当然不是唯一的办法 举例来说 培养安静读书的习惯 跟不刮躁的友人去登山践行 或者独自去游泳 独自烧一顿饭等等 都可以培养这种力量 尤其是在今天所谓的 Attention Market 这种注意力的市场经济时代 我们的注意力都已经变成了商品 消费社会最不希望我们静定 反而希望我们不断地分心散乱 绑架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大家不要轻易地让自己被偷走了 我听过很多年轻朋友跟我说 要出去寻找自己 是的 寻找自己很重要 可是自己可能不在外面 而是在默然回首的灯火阑珊处 也就是在自己的内在 有了静定的能力 就会有自信 就不会随波逐流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那就是美感 但我想谈的不是时尚杂志上的美 也不是艺术拍卖会上的美 而是跟我们非常贴切的生活上的美 举例来说 大家现在三餐都常常叫Uber Eats 我想建议大家 不要食物一送到 就打开直接从盒子或塑胶袋里面去吃 拜托 把食物好好放在盘子里 餐具摆好 倒杯水 放好 坐下来 再吃 你没有那么忙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需要以珍惜欣赏的态度来进行 以某种近乎仪式性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日常生活 能加强我们对生活点滴的觉知 无论是泡一杯茶也好 喝一口咖啡 看着一片飘落下来的枯叶 凝视路边的一束花 或者大口吃排骨都一样 全然处于当下的经验之中 就会让我们有美的感觉 现在的消费主义 无所不用其极地灌输着你恨我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美的 以至于在塑胶皮上印刷几个字母 非常丑陋的皮包 也让大家屈之若鹜 大掏腰包 甚至还让没有同样包包的人 感到自残行碎 同时 我们也要尽量拒绝 使用罐头情感的语言或emoji 也是让我们发展觉知的必要方式 所以下次有人用简讯跟你说 他一胎生了八个小孩的时候 请你写下你真正的感觉来回应给他 而不要用一些免费而丑陋的 八个表情符号回给他 拥有自我的觉知 体会生活上的美 才能够从消费主义所控制的 美感概念里面解脱出来 才能够达到自由 最后我再说个故事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有时候会玩大富翁 小朋友有一次玩着玩着 大儿子他叫JJ 他玩到几乎快要没有筹码 快要脱底了 他的姐姐跟弟弟就调侃他说 你快要穷到没饭吃了 那JJ的个性多愁善感 听到这个突然悲从中来 就大哭起来了 他把游戏误以为真了 不过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把游戏 误以为真 Juvo Harari在他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他提到所谓的集体虚构的想象 这个概念 基本上他说我们智人 Homo sapiens有一种物种上的独特能力 就是会集体相信 并且会努力地去从事虚构出来的想象 在一次CNN的访问当中 主持人请他立举有什么是这种集体虚构的想象 他回答说 一切 是的 一切 举凡民主 国家 经济 正义 平等 神权 人权 一直到大富翁 都是人类虚构出来的 然后我们倾注所有的时间跟精力 切而不舍得去相信 去从事 不断地强化它 而无法去撼动 他举了美国独立宣言作为例子 这篇被奉为民主归孽的文本 其中最著名的 每个人都被平等地创造出来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阿拉利将这句名言之中 所有所谓的集体虚构的想象 把它去掉以后 那这些集体虚构的想象包括什么呢 在那句话里面 包括被创造 包括造物者 包括赋予 包括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自由 包括幸福 把所有这些去掉以后 而纯粹只用生物学的事实来描述这句话的话 会变成 每个人演化各有不同 出生就具有某种可变的特性 其中包括活着和追求快感 可是独立宣言却还是多数人认为 让人们可以提升合作效率 打造美好社会的基础 然而诸位不要误会 虽然是集体虚构的想象 但我们还是要诚心以赴 认真从事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方法 我们别无他途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 这一切都只是游戏 就像在座的父母们 在你们幼年的时候 跟你们玩沙城堡的游戏 告诉你们说 这里有公主 那里有鳄鱼 英俊的王子从这边骑马过来等等 他们知道这都是虚构 可是他们跟你们一样的认真的玩 一样的开心 诸位从今天以后步入社会 会要面对很多挑战 有些时候会过得很开心 有些时候会过得很辛苦 但是无论如何 隐隐约约的知道 这都是一场游戏 会让我们自在 也会让我们对于所有 从事这场游戏的伙伴们 无论他们知不知道 这是一场游戏 会对他们生起同理之心 甚至利他之心 所以以游戏之心面对生命 让自己活得更自在 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 古人说 狂者进取 倦者有所不为 我们能够静定 只能够иг 能够知道一切都像游戏一般 就能够自在 能够自信 自由 自在 就能够狂卷不羁 游戏人间 一个社会缺少了狂者 就会显得温吞 一个社会缺少了倦者 就会显得呈现相怨 可是游戏人间并不是游手好闲 更不是狂妄自大 而是志气高昂 洒脱豪放 无拘无束 勇往直前的面对人生 我以此跟大家共勉 愿大家都有最美好的前程 谢谢